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我对帖子废叔父母与家庭专制这两个帖子不认同 但是我阿闷你的经文 然后他说什么呢 说结果他发了我们的节目到这个群里 那就是有一个老弟兄就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就说他不喜欢我们这样的节目发在群里面 那结果呢这个群里有一位女执事就马上回应说 哦谢谢这个伯伯的提醒 请大家不要在群里发政治性的提文或者是评论 这个群呢以专心祷告守望和为福音作见证之用 谢谢 那除了这个留言之外呢 在这个留言的下面也有回复 不仅仅是这一位朋友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另外一个朋友呢也在下面说 说我也贴到教会祷告群 那教会是有简单回应 说要为领导人求智慧 我哭笑不得 求智慧 这是求智慧的事吗 我们其实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OK 例如像说我有一次在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基督徒聊天室里面 传发就是现在加州的困境 然后被说成是很政治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家庭教育是有非常有感动的 我们希望每一个父母都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教育而负责 所以我之前呢参加到了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家庭教育的这个微信群当中 里面有非常多的父母 基本上没有人知道在上面讲什么东西 只说要为孩子祷告 然后呢而且几乎他们的小孩也都还在公立学校里面 对 但是他们就是开了一个群 说我们应该可以弄一个家庭教育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是还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对 那我就开始讲到在里面说为什么要家庭教育 然后呢现在对政府特别是加州政府这个教育模式 其实是在伤害我们的小孩的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政府在剥夺父母教育孩子的权利 结果呢这个版主就出来了 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讨论政治 我们这里是专门为了家庭教育而产生的群组 请不要在里面发任类似的文章跟影片了 那你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 然后可以就有父母教育孩子的方法 大多数的父母也都在全职上班 真的没办法这样子听你说的一样什么在家里教育孩子 那这个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帮他们祷告就好了 我真的是觉得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不知道现在政府跟自己的现在的目前的厉害关系 基本上就是一堆婆婆妈妈在那边聊天 是里面一直在骂小孩 每一个妈就在说什么啊 我的小孩懂得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现在超不听话 像到了青春期哦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在那里抱怨小孩不听话不懂事 就变成了一堆妈妈好像吐槽的地方吧 对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然后每一个人说哎呀LGBTQ好恶心哦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他们什么事他们都不愿意去做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是不好的 也不应该是让小孩去接触的 但他们拒绝真正行动起来做任何的事情 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小孩 他们也拒绝去这样做 那第二个呢就是 我各位应该看过我之前那个 在一间教会里面讲到的那个影片 被邀请去分享 对对对 然后在里面讲到就是基督徒要拒绝堕胎 而且我们的社区里面的堕胎诊所 我们有义务要去那边祷告 而且要支持那些参政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有呼召要去阻止这些邪恶的法案发生 就就被人说我在帮别人竞选 我在讨论政治 而且就是还被人举报了 对啊 然后被人举报之后 人那边还打电话来说 所以我们就有人说 说你在这个主日的时候 在讲台上面讲政治 那当时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就觉得是 让人感觉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感觉说 好像是基督徒到底分不清楚 说什么是政治 其实这些说不要讲政治的人 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 其实是一直在真正的讲政治 那些完全对我们没有任何异数的东西 但是真正这些会影响到我们的 他们反而是完全的不在意 而且禁止别人说你不可以讲 堕胎是政治 LGBTQ是政治 婚姻是政治 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是政治 能不能到他们的教育 家庭全部都是政治 这些人就是认为基督徒 就是做一个很灵性的一个东西 有点类似那种佛教 那种四大皆空一样 只要不在乎 只要不要去想 一切就好了 只要我们不在乎这些事情 每天祷告 念经就没事了 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爱谈论政治 不仅是电视上的政治 更是教会里面的政治 那我来这边给几个例子 OK就是 因为我是台湾人 所以说我常常会讲台湾这个东西 不是说要针对台湾 只是觉得说你是台湾人呀 有一次呢我在家里 然后就两对台湾的夫妇 比较老一辈的来看我们 因为我太太在这个台湾教会里面 是非常火药的一个人 那我其实听不太懂台语 但是呢他们就在餐桌上面 就一人倒一杯茶 在那边讨论 然后这几个人全部都是基督徒 全部从教会来都全部是长老 然后说什么 啊你看现在那边大陆人怎么样啊 就是没有礼貌啊 乱吐口水好吵喔 而且我觉得你说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尤其是教会的长老 年纪又那么大 信主信了几十年 怎么还能骂大陆人 这就是完全没有必要花时间去讨论的东西 但是你别管是什么就是台湾的基督徒 或者大陆基督等等等等 很多人会在意这些东西 那我还有认识一个台湾人 他家里是在大陆做生意的 那当时看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说 我们是底基督 还蛮多人这样讲 对竟然支持川普 川普把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搞成这个样子 还弄什么贸易战促成战争 流无辜人的血 然后叫我们要好好去读圣经 不要在这边当假教师 那我就跟他说 川普反对堕胎 拜登支持堕胎 支持儿童变形 支持大政府 支持非法隐秘 支持删除警察经费 没有一样东西是符合圣经价值观应该要有的 那你为什么支持拜登 然后他就说 反正川普就是底基督 支持川普的人都是底基督 都是假教师 都是被骗的 都是在骗人的 那我讲这些理由 其实目的是要来证明说 这些人讲的东西 而且很多人 很多这样子的人讲的东西 这些东西才是政治 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来改变这个时代 我们讲的东西绝大多数的不是政治 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 我们跟一般的政论频道不太一样 节目不一样 我们除了在大选的时候 我们不太会专注在政治人物上面 我们讨论的东西都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 保护我们的教育 如何拯救那些被屠杀中的婴儿 然后如何保护我们的婚姻 如何建造基督的价值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但是对这些人来说 这些都是政治 所以说不要讨论 对 圣经真的是有智慧的话语 神在提多书三章九节里面 告诉我们讲说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 并因律法而起的征径 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 多棒的一个经文啊 对不对 又是你的什么heritage 你的祖先怎样怎样 然后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真的 我们的确是要在乎圣经里面的历史 但是圣经里面的历史是要来给我们当一个 例子 我们不要变成那个样子的 那政治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政治呢 OK 在圣经里面 其实对于政治的这个定义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然后我们要怎么看掌权者 我们跟掌权者的关系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跟掌权者一起合作 然后怎么样跟神合作 让我们的世代变得更好 其实在圣经里面 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方向 要基督徒去行的 而且在这里给大家举少量的几个例子 如果你要是去读经的话 你就会发现太多太多太多了 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讲都是这些 那今天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在真言的二十九章二节在这里说 一人增多 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 民就叹息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在这里说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和侠书四章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说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 因这地上无诚实 无良善 无人认识神 但其假释不见前沿 杀害 偷盗 奸淫 行强暴 杀人流血 接连不断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也必弃掉你 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 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诗篇一百四十六篇三节 你们不要倚靠权贵 不要倚靠世人 他们救不了你 所以这些各式各样的经文 都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我们对我们的社区 我们对我们的城市 我们对我们的国家 甚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走向 我们要负有完全的责任 有太多基督徒使用神给的权利来交换成政府给的安逸 太多的人与其接受神带领得到自由 他们宁愿回去埃及当一个可以吃肉的奴隶 也有太多的人跟教会不想要讨论这些东西 就认为说这些东西不存在了 他们认为在身边发生的问题 这些孩子的问题全部都是政治 但是他们会愿意讨论什么台湾独立 或者是祖国统一 讲到该在乎的政策的时候 他们反而不想知道 甚至一窍不通 甚至是逃避 但是他们讲到什么蓝的绿的时候 他们比谁都还要起敬 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哦 照道理说他们应该要起来反对同婚 反对变性 反对性教育 儿童性教育 那些东西才是真正分裂教会的东西 真正应该要合一的是神的律法 圣经的价值观 以及耶稣的爱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到说这两个留言的朋友 他们可能在看到自己的教会里面的时候 就是没有人有这样的看见 当他们在分享说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 甚至都没有说到我们要去行动要做什么 这一步还没谈到呢 只说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引起了大家的反对 甚至是教会里面的这个长职啊 也会反对 那不光是这些朋友呢 其实我们有跟一些牧者聊天啊 就在他们这个比较传统那种老教会里面 太多的人对这些东西就是不闻不问 他他完全他就不想要关心 他不想要听 什么孩子变性不变性 跟我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啊 我根本就不想听 那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的确在一瞬间 或者是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说 对这个一些基督徒啊 以及说教会 失望的情绪 这个失望的情绪 我觉得大家 我们这个频道的观众朋友 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为什么失望 这个失望情绪哪里来呢 就是会一直到说 像我们这种基督徒呢 怎么会是少数呢 就你会觉得说 圣经真理讲的多么多么的清楚 对吧 然后尤其我们现在还都有圣灵 你这个事你搞不清楚 你只要向圣灵求问 你一定会得到非常清晰的结果 但是怎么会是我们这种人 怎么居然会是少数呢 所以在这啊 来些鼓励吧 你或许是在你的教会里面是非常少数 有这样看见的人 甚至哪怕可能你整个教会里面 只有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看见 那么这个地方呢 哎就是你的合唱 这个就是你可以起来 在这个地方建造真正跟随基督门徒的地方 你可以用你的力量求神来帮助你哈 让不明白的人去明白 让没有那些了解这些信息的人 让他们去了解 让不在乎的人去在乎 让那些读了一辈子圣经 但是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做光做炎的人 让他们能够拥有圣经的价值观 让他们能够真正了解神的心意 或许这个讲起来 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我们也知道说跟人打交道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很多的时候 求神给我们耐心 给我们爱心 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能够去真正的服侍这些人 因为我们的确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神的真理 我们也的确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合一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 一起合起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神希望能够看到的 而不是说看到这些人在教会里面 可能是对我们 跟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对我们翻白眼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或许是那一瞬间 或者那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难以忍耐的 但是这些对我们来讲应该都不重要 继续加油 要继续做神要你做的正确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一定可以学习到更多 一定可以祷告更多 与神亲近更多 那这个呢 就是你的事工 这个就是末后的时候 神交给你的合唱 所以真的不要放弃 我们每一天都在跟自己说 就是不要放弃 对不对 不要气馁啊 很多时候虽然你看身边的环境好可怕 然后太多让你可以放弃 或许有一千万种理由可以让你放心 但是一定要继续坚持 想一想啊 耶稣遭受的苦难还有羞辱 有多少呢 啊 我们经历的真的算不了什么 所以你如果要是纵观历史啊 从整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讲 你就会看到真正明白 应该做什么的人 从来都不是多数 真的都是少数人才知道要做什么 整个以色列不像巴黎屈膝的也就七千啊 那积淀呢也就三百个勇士啊 那不像尼布甲尼萨金像跪拜的 也只有三个人啊 所以不要为环境打爬 好好的装备自己 用神的爱还有恩典去引导你身边的人 为他们祷告 可以真正的让他们成为能够紧紧跟随耶稣的门徒 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在幕后得胜的教会 哇哦 你这段草实在跟我讲话 实在帮我加油打戏的那种感觉啊 我的师母才跟我讲 我的standard太高 我的标准太高 标准高是好事 每一个人对自己都要有很高的标准 但是对其他的人 你要把这个标准降低 你才可以去干 这个道理我懂 这个道理我知道 这个经节我也读过 每一个人都跟我这样讲过 在圣经上面我也读过 然后我也跟自己讲过好多次 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做到就是保罗说那个 哦我宁愿从此跟神切割 然后呢我也希望我的弟兄姐妹可以 我真的做不到 这个是我们都必须一起学习的路 我也在学习 然后呢这个是我最软弱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乎到别人 我就是爱别人吧 我爱他们 但是对我来讲 爱他们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实话 我知道了 有的时候我也有这种 就是有恨铁不称钢的心理 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懂 对 就是你怎么还不懂 然后你为什么还这样 就是会这样 但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要建造人 我啦我个人需要非常大的这个突破吧 所以请大家帮我祷告 请大家帮我祷告 让我有这个耐心 跟这个信心 跟这个爱心 爱心 我觉得我朋友爱心啊 那你觉得错了 OK 好 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求圣灵他每天光照我们 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 说我们到底有哪一些不足 因为真正了解到我们的不足之后 我们真正能够在神面前谦卑 真正了解我们不足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想办法去跨越 所以 这个不光是你的功课 我相信是每一个人的功课 我们面临的功课都不一样 但是真的希望 只要我们活着还有一口气 还在这个世界上 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 去来建造其他的人 能够荣耀神 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得益数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来讲一讲吧 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过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呢 或者你在你的教会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说 哎呀我好孤零零啊 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些方面好像表现的很冷漠 大家都不太愿意讨论 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的心声到底都是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来一起听一听 你们在生活中都经历了哪些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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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